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我说 这个行情现在指数的空间不大 自从上个星期 美国联准会 他的会议记录召开之后 其实全市场都在怎么样 在看接下来 这个利多跟利空该怎么样消化 我认为台北股市现在 最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量不够 你看今天只有2900 所以未来这个成交量 我想大概都持续萎缩的 这个地方 这个量 但均量大概都差不多 落到3000亿左右了 附近了 那你上档的突破 一定要有量 没有量怎么突破 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现在它就是一个盘整格局 盘整格局其实各位看一下 你注意看 其实在这一段行情里面 你会发现这次行情里面它都是胶着的 都是胶着的 所以现在指数的空间往上也不大 往下呢 我认为短期你也不需要自己下自己 上个星期 如果我跟各位讲 各位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谈一个观念 有没有 我说从8523以来 周K从来没有二连黑 从来没有三连黑过 记得这个 这个 从8523以来 你看 从来没有三连黑过 最多就是二连黑 最多就是二连黑 二连黑 二连黑 那在这里也是一样 二连黑 所以在这里这个指数空间 它的惯性没有改变之前 我认为它就是在这里 瑕福整理 那瑕福整理就是这样子 就是 有阻力的股票 有人在里面的股票呢 它自然会有人照顾 那你要去买 可是你不能去追 你追它 它有时候会到给你 所以你必须等你拉回的时候 这很多投资人在最近认为难做 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一级杀就挺准 因为前面套菜都害怕了 所以赚一点点就想跑 可是很多人 很多人 看到强势股票 就眼睛一直看 不敢买 不会买 这个经验 今天再创新高 你看这个经验 盘中再创新高 然后呢 压回压回 最低压到多少 213块钱 在这里 213块钱 尾盘收 222.5 最高曾经拉到多少 223 收盘收222.5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 213块钱 今天的低点 到收盘 222.5元 差了9块半 差了9块半 那简单来讲 你如果今天 在213块买的 你收盘 你10张 我们讲赚9万块钱好了 比较好算了 9块半 那五毛钱拿掉好了 你的10张是赚9万块钱 20张是赚18万 而且呢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它今天在 大概差不多是10点20分 之前 见到低点的 最强投信做账股 我跟各位讲 有很多股票是这样子 我告诉你 股民 我给你股票 你都不见得赚得到 你信不信 所以我说 我带你做股票 跟我给你股票做 那个是两回事情 我们再讲一次 我带着你做 跟我纯粹把股票给你 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因为很多人 他们会预设立场 老师啊 这个鸭回怎么会买呢 鸭回涨多了 这个鸭回 要出货了 对不对 大家都是这样想嘛 好 那我记得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要买怎么样 有人的股票 比你大咖的 投信在这里买 但是 当投信在这里买的时候呢 你不要去追他 你追他 他会压回 你压回一震荡 你万一被洗掉 这个地方万一是起上点 你怎么办 老师啊 这个地方 投信买一大堆了 涨到181块钱了 对不对 老师啊 这个走完了 走完了 我说没有关系 你不要追 可是当拉回 你要买 因为你买的比投信低 对不对 拉回你要敢买 你如果不敢买去追 你不容易赚到钱 我说我把股票给你嘛 你敢不敢买 9月9号 经验股价来到投信成本区 165买15张 你165块轻松买 我是不告诉你 你没有我的讯息 你不敢买 我股票给你 老师啊 压回我不敢买 不敢买就涨停 再涨停 到上礼拜五 我跟你讲 我说你要注意 融券标界 车空 很多人都是做多 股票套一堆 结果拉回 不敢买 或是有些人 股票前面停损掉了 现在怎么样 放空 那什么不放 放到强势股 放到这个融券被 要标界的 车空股 那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股票 不仅是投信作账 而且怎么样 它现在融券标界了 它这走车空行情 我股票都给各位了 老师啊 我有跟你讲 要跟股票谈恋爱吗 老师啊 这个股票涨到这里来了 涨到两百多块钱了 对不对 投信可能随时要结账啊 我有跟你说 要报到年底吗 你股票能做能赚 你一天是10% 或是拉低下来之后 下来逢低接上去 你短线能赚10% 15% 你先赚再讲 对不对 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我做给你看 讲破喉咙跟各位讲 我说它融券在标界在车空 你们不相信 不相信怎么办 老师我不会买 我做给你看 10点半 10点29分 经验不仅是投信作账 而且融券标界出现车空 我都跟你讲过了 我都跟你讲过了 对不对 礼拜五都跟你讲过了 趁拉回市价买进 就买嘛 老师啊 老师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来 来 在哪里 我没有买在213 我没有买在213 我买在214 在这里 你自己看 我买在214 10点29分 在214 结果收盘呢 收222.5 来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五毛不要加了 好不好 不用 我带着你214买 收盘收222.5 你赚8块钱 你跟着我做 10张就是8万块钱 20张就是16万 我做给你看嘛 我做给你看嘛 你不知道怎么做 我做给你看嘛 那你常常就听人家去分析 分析到最后 全部都是追高 追到高点 拉回为什么不敢买 我问各位这一点嘛 所以我说 一样的股票 我带着你做 跟你 跟你自己做 完全两码事 完全两码事 所以不是股票的问题 是看人做 看人做 7月 赚0.96元 难怪在嘎空 一个月赚0.96 所以它7月跟8月 大概差不多赚一块 8月的时候比7月还要再好一点嘛 那大概差不多赚 1块9毛5左右 7、8月赚1块9毛5 那你看 第二季单季赚1.64 就它7月份跟8月份加起来 就已经超过第二季单季了嘛 所以回过头来 真正好的买点是等拉回 你懂吗 你去追高 容易震荡 会被洗掉 你懂我意思吗 你再被这个地方追 突破去追 追下来之后在这里怎么样 解套 哎呀不赔了 赶快把资金收回 可惜啊 可惜啊 是不是 所以 观众朋友 你们要的是什么 你们要的是什么 你像今天这创围也是一样 我说准备创高了 今天创围正当拉回 你如果去追 你赚不到钱 一样的股票 我带着你做 跟你自己做 就不一样 这个市场上面太多那种 那种死多头了 就是平常不买 一定要买到创新高 或准备创新高 去买那个最后一点点 赚一只机 对不对 明明有大波段行情的不做 结果行情下来了 一直赔 一直赔 这种人很多啊 这里去卖航运 追创围啊 这里停损啊 告诉你要崩盘啊 这里又追啊 你这样子 你怎么赚钱 请问你 你怎么赚钱 一样的股票嘛 安国 你这里买 这里停损 这里再追 这种人很多啊 所以操作 我跟各位讲 回过头来嘛 你们要的是什么 你们要是拉回 要赶买嘛 对不对 那现在丁老师再讲一个例子 我再讲一个例子 好不好 来 这个台阳 你记不记得上个星期 我坐在这里 我跟各位讲 我讲什么 我讲很简单 有些东西 你们不知道的 我直接跟你们讲 我说这间公司 它的筹码 的一个特性 就是 它没有融资 它不能限股当冲 它今天买的 你就必须留到隔天 有没有 我们跟各位讲 我上个礼拜五 记不记得 我用电脑跟大家讲 我说 这档股票 压回要赶买 后来怎么样 不是压回拉上来吗 9月23 对不对 你看 礼拜四搜这边 礼拜五 开低 杀下来 我说杀下来要买 你要敢买 尾盘收最高 几乎收最高 我们跟各位这样讲 我说这个东西 人家 你懂意思吗 后来你去看看筹码 昨天外资大买 来 你看见没有 是不是又是给你开低 拉高 我只告诉我的客户 台阳再创新高 你们就报了 然后就好了 成本在70出头 涨到80块钱 成本在7 现在来到8块钱 再创新高 那一样 我跟各位讲 一样的股票 我带你做 跟你自己做 就是不一样 一样的股票 我做 跟其他老师做 就是不一样 你今天再去追 你今天再去追 收盘 老师 收盘收80块钱 你追79块半 收80块钱 有什么高兴的 你追在79块半 你追在79块半 收80块钱 五毛钱 手续费都不够 对不对 但还好 我跟你讲 今天台阳 隔日冲大咖进场 你看见没有 帅哥帮我拉近 这边 盘中80块钱 大单敲进 这什么 隔日冲大咖 但是我跟你讲 你听我的 你听我的 平盘 拉回 你要买 买的 你都赚钱 老师 我今天不能出 我 我当然知道 你今天不能出 所以我告诉你 盘下买 对不对 一开盘 不是开7 7 6 7 你看见没有 开盘 现在不是开7 6 7 盘下不买 你80块要追 怎么赚钱 这隔日冲大咖进场 明天不能追 我告诉你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了 一样的股票 一样的股票 我带你做 跟你自己做 我跟你讲 我带你做 能赚钱 你自己做 不见得能赚钱 对不对 所以听我一句话 好不好 要做股票 你一定是顺应现在 他的状况 现在该怎么样做 不是在那边追追追 懂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现在告诉大家 因为很多人说 老师 我想先试试看 我说好 没有关系 那试 我们也不要带你去做那种 去追高 你懂意思吗 你像这个经验 我跟你讲 经验坦白讲 不是我带你自己 不要乱做 我讲白的 你自己不要乱做 200多块钱的股票 对不对 那你没有做到的 我说来 这个是第三代半导体 最好的股票 而且我帮你准备什么 低降 30块的股票 涨到50块钱 它还叫低价股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注意看 它这个量是不是都出来了 所以量先价型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从它的高点在这里 这不知道几百年前的事情 好不管 反正那是过去了 那 这个图形里面的高点在这里 我画一条线 就这条线的位置 这是这个高点位置 你注意看 好你注意看 那你看这个量 这个量 是不是就已经接近这里的量了 大概先跟这里接近了 可是问题是 它还在低机器 而且低价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最夯的第三代半导体 而且是低价的 每个人一定买得起 你说不要多100万的资金 你100来万的资金 你买个30张轻轻松松 所以不需要去 你先不需要去追 你要去做这种低机器的股票 量先价型 我跟你讲 涨上来的时候 大家都有 你现在跟着我买 叫国盟毒气 懂我意思吗 你现在跟着我买 可以合作国盟毒气 我带你做的就是这种股票 低价 而且低机器的股票 好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新闻通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听我一句话 现在绝对来得及 现在绝对来得及 各位你看 我告诉你说你不要追掌停板 你要让掌停板来追你 有没有 我跟各位讲过了 来 彭城 9月9号11点06分 埋在这里 拉了掌停板 这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当天赚14块钱 你看见没有 11点06分 我都做给你看了 不要去追掌停板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个经验也是一样 有没有 这个经验 涨涨涨了 觉得不敢买 不敢买 我说不敢买 是因为你不会买 我买给你看 我股票给你 你都不敢买 对不对 但我带着你 怎么做 你看来 10点29分 经验 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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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市价拉回 因为标记 趁市 趁拉回 拉回盘下 赶快买214元 你看见没有 214在哪里 最低213 我买在214 拉回再买 我跟你讲 要追吗 拉回再买 收222.5 5毛不要了 214 222 8块钱 10张8万 20张16万 多久 3个小时 3个小时 11 12 1 10点半买 1点半收盘 3个小时 10张8万 20张16万 对不对 这股票 其实我就跟各位讲 拉回要敢买 资源 拉回买 对不对 这你都看到 但现在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来 观众朋友 来 这里 刚刚开始 你能不能看见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你懂我意思吗 刚刚开始 投信刚刚进场 好不好 投信刚刚进场 所以这档股票 我相信 我相信 各位 你不用去追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我就带你买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我就带你买 好不好 所以 没有太大问题 你看到经验 投信作帐股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的 10月抢前标股 打电话进来 雨哥带你做 光蒙特期的 全新标股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